你們立志相關 拜一到拜五 晚上六 歡迎收看台灣上前行 台灣鄉先驚 我是孟琪 金華城案調查到現在 關鍵證人橘子還沒有回來 不過有關於他過去 在台北市政府裡面 作威作福 偷拍議員 反拍民眾等等的怪異行徑 現在是一項一項被揭露了 甚至還創下 實習生干政這樣子的記錄 因為阿伯曾經想要在市長市 安排個位子給別人 但是橘子一句說 我們沒有缺喔 阿伯除了傻眼之外 也再無他法 沒辦法耶 所以這個橘子的背景 到底有多硬呢 以及傳出他最近有自己打電話給靖周刊的媒體朋友喔 所以這是不是為了回台灣之前 先來試試水溫呢 好那麼另外一方面 謝國良的直接不扭捏 間接證實了USB帳策裡面 小省1500這個單位非常有可能就是萬 好那麼謝家在2022年給柯P的這兩百萬 4X毛形容其實很划算啦 CP值很高 因為民眾黨不只在市長選站不來亂 後面霸梁這一站也是倒消停喔 所以這兩百萬花了就會給他啦 真是有價錢 那只是呢阿伯這樣子 左手兩百萬 那右手又拿小草的兩百塊 都總要買耶 如果小草家裡沒有剪掉電視線的話 看到這一段 做何感想呢 我們稍後帶大家繼續來討論了 我們趕快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第一位我們邀請到的是 民進黨立法委員許智傑 孟淑好 大家好 接著呢邀請到的是資深媒體人林玉慧 孟淑好 大家好 接著歡迎到的是資深媒體人鄭沛芬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接著呢歡迎到的是政治評論員汪傑銘 大家好 等一下還會有國民黨前發言人蕭敬妍 以及民進黨台北西議員簡舒培 都會加入節目討論現場 好 我們趕快來關注到的就是 精華沈岸今天的最新進度 給大家一套操喔 再一次的提訓前台北市副市長 彭震生 以及柯P的大帳房李文宗 一起來看 穿藍外套戴口罩 走在隊伍最前面的是前台北市副市長 彭震生 遭檢方第八度提訓 緊跟在後是柯文哲大帳房李文宗 同樣雙手上扣應訊 精華沈岸越挖越深 跟柯文哲內帳扶上台面 USB裡頭多名企業家 謝國良政治獻金都逐一印證 小沈1500似乎不是時間 而是金流 其中還寫到黨內2022要參選的 賴香菱110 以及高鴻SN100 雖然都有宣報政治獻金 但也遭外界質疑 兩人是否只是人頭 柯文哲可以拿每一個人都當作 募款的人頭 賴香菱 柯文哲是給他110萬 我覺得好笑 黨部會給賴香菱 那為什麼會算在柯文哲自己的內臟呢 面對外界質疑賴香菱警徽 案件調查中不回應 先前周刊還爆出沈進金曾允諾 支付前民眾黨立委蔡壁如薪水 協助他提升在南部的政治能量 不過蔡壁如至今都沒有走簡方約談 外界後期到底有沒有金流 進到蔡壁如荷包裡 就是蔡壁如一直如果都沒有拿到傳票的話 那可見金華城那邊的金流 都是可能聚集在像李文中 或者是柯文哲的這個部分 柯文哲把很多的這個政黨 民眾黨的這個人啊 都當作家具一樣 桌梯裡面都藏著一些秘密 科幻小說是什麼你知道嗎 是柯文哲換錢的小說 吳靜宜分析金流可能還聚集在 柯文哲和李文中之間 然而關鍵證人柯文哲秘書許子瑜 仍還在日本 最新他又被揭露有奇冠習慣 愛拿手機亂拍 曾出現在某綠營議員辦公室門口 對內部偷拍 當場被逮個正著 還在警局報案過 有助理來報案 一趟行程的時候 也碰到橘子來偷拍我 而且偷拍完了以後 還把影片拿給記者 去做文章攻擊議員 就連在台北市政府辦公室內 以及柯文哲的行程等等 許子瑜偷拍的行徑 其實是眾所皆知 大家敢怒不敢言 許子就是柯文哲的東廠 議員形容橘子許子瑜 仿佛柯文哲的東廠 種種爭議恐怕還是得等本人回國 才能一次說清楚 好 現在人還在日本的橘子 居然有這樣子 跟頭髮這中難怪 橘子怎麼會這樣呢 我們來看到 今天有媒體爆出 先來看到上面這個標題 橘子許子瑜到底有多大咖呢 曾經現刑犯招逮 結果呢 動用市府密書處的長官來求情 這是什麼看的真假 這一篇的內容裡面寫到 曾經喔 這個呢 橘子他對著這個綠營議員的辦公室門口 對著裡面猛拍喔 這是人議員的辦公室 他站在門口給人家狂拍裡面 被助理帶個證照 已經要報警了 結果市府密書處的人 趕快來到現場 來幫他求情欸 橘子的後台是不是真的很硬呢 這個現場有舒培這個台北市議員啊 有多過這種情形嗎啦 議員 今天我看到這篇的時候 我在想說欸 那好像是我的 那好像是我的 情結似曾相識這樣 柯文哲第二任的時候 這個因為我監督柯文哲 十分的這個認真跟用力 然後這個有一天柯文哲帶著相關局處 然後到議會去拜訪某一個議員 然後突然我辦公室 因為我其實一直知道橘子 但我其實認不得他 我的助理突然跟我講說 欸 那個橘子在外面 我說這幹嘛 他說他來偷拍我們欸 他就是這樣子走過去 然後就這樣 就經過辦公室的時候就偷拍 因為我們議員辦公室 是一間一間一間的 然後外面就一個走廊 是是 然後他就是經過我辦公室的時候 就這樣偷拍 然後我的助理就提醒我 我說那你去叫秘書處的人 來問問看 為什麼這樣偷拍我們 那當時橘子在做什麼 他就是市長學的秘書啊 他那時候就是 先在社會局擔任機要嘛 就是之前大家講的嘛 他其實是柯文哲 在2018年選舉的時候 他是柯粉俱樂部的志工 選完柯文哲連任之後 柯媽媽一直要柯文哲用橘子嘛 他剛開始把他放在 某一個議員辦公室 擔任助理去那邊訓練嘛 柯媽媽腳長後 柯文哲說不行啊 這個人是自己人啊 所以有親啊 很值得信任啊 所以柯文哲想翻設法 去在社會局 弄了一個機要缺 讓橘子先去安置在那邊 後來因為議會 要求所有的機要 全部都要回歸秘書室 所以才會全部都 回到秘書處去 然後所以柯文哲 那時候橘子就是在柯文哲 就是在市長是服務的 而他的那個行為 對秘書處的同仁來講 是不是困擾 當然是 因為不會有任何一個官員 會在議員的辦公室 拿著手機這樣偷拍 因為這個動作十分挑釁 所以橘子也沒有去偷拍別人 他就是經過我的辦公室 特別來看看我 還偷拍了我一下 他對你很有興趣 沒有 我跟你說 我剛剛這個行為 就是屁孩的行為 屁孩的行為 告訴他這樣做 而且我辦公室人有助理在 我的門也打開 他這樣拍照一定會被人家看到 可是他還做了 告訴大家什麼事情 我沒在怕 他條工的 是 我要拍給大家看 我的後面是誰 是柯文哲 柯文哲後面是誰 柯媽媽 你們動不了我 你們生氣又怎樣 反正你們罵就是罵秘書處理的長官 你們罵不到我 我們老闆是市長 你怎麼會怎樣 我們老闆市長 不然你是要怎樣 你用一個 我手機拿著這樣 你就覺得我把你偷拍是不是 不然要怎樣 對不對 他就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所以顯見他在柯文哲身邊 是不是肆無雞蛋 他明明知道這樣子 有可能會惹來麻煩 但他不怕 因為他在柯文哲身邊 知道柯文哲對於某一些柯黑議員 他也不惜戰 也不畏戰 所以他要幫柯文哲站出來戰 態度就是這樣子 所以誰給他靠 柯文哲給他靠 而這挑釁的行為 就是柯文哲賦予給他 而他可以敢這麼做的原因 無非就是他已經知道柯文哲身邊 對他在柯文哲身邊來講 已經非常重要了 而且不只在 不只議員嘛 包含這個之前被爆料 柯文哲在2022年的時候 驗請中國企業 中國在台灣的企業吃飯 說在大飯店吃飯 是在五星級的飯店 這個記者得到了相關訊息之後 請了朋友去幫他拍 因為那個記者是市府的 是跑市政的記者 大家都認識他 所以他就沒有自己去拍 他就請了朋友去幫他拍 這個朋友去幫他拍的時候 結果發現說 有另外一個人 站在那個包廂外面 看到有人在偷拍之後 拿起手機一樣 就像站在我辦公室門口一樣 反偷拍他 那個人就是橘子 那個人就是橘子 所以代表橘子 對這些行為來講 我不知道是不是 已經有交戰守則了 他已經有人告訴他說 如果去跑行程的時候 遇到有這樣子的行為 你要怎麼做 然後你要收證 拿起來當證據 那我要講的是說 橘子在柯文哲身邊 是不怕惹這些麻煩的 因為柯文哲會給他靠 而對橘子來講 他也不是像大家講的說 我是一個想要擁有權利的人 我要 因為擁有權利是要做資源分配 其實橘子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見柯文哲是不是 你要在柯文哲身邊好過對不對 要靠我 先過我這關才說 因為我是可以跟柯文哲 講秘密話的人 換一個用清朝的來形容 他就是像李連音那樣的角色 你知道嗎 他不能跟柯文哲講話 他還可以跟柯媽媽講話 他才是厲害 他還可以跟太后講話 所以你看過去清朝的時候 李連音在慈禧太后旁邊是什麼 他是什麼官嗎 他不是啊 他沒有資源分配的權利啊 可是要讓太后開心 要讓皇帝開心 你如果得罪我 你絕對沒有這個好坑的 你一定會找進你麻煩 所以許子瑜就是這樣子的角色 而誰讓許子瑜一個柯文哲的遠親 可以這麼大 沒有權利卻比任何局處長還大 然後惹了麻煩之後 局處長還要幫他收拾善後 還要幫他擦屁股 啊就是柯文哲啊 所以你看柯文哲現在 為什麼局子不敢回來 代表柯文哲真的交代局子 非常重要的一些相關的證據 局子也知道這裡面的證據是什麼 所以他才跑出去之後 然後就滯留在國外不回來 但是我要講的是 如果局子或者是局子的家人 有在看電視的話 我要提醒一件事情 依照現在檢方所調查的相關的資料 USB上面的書枝 已經被謝國良證實了 那個200之後是萬 不是時間 所以如果謝國良200萬 謝國良已經證實了 省慶金1500也是5萬 所以已經被證實了 你回不回來 你要不要把證據帶回來 已經救不了柯文哲 但是如果你不回來 你一定會害到局子你自己 USB的東西我們等一下再繼續來挖 我覺得剛才議員講的 形容實在是非常貼切啦 這個局子以前在市政府 他不是說肝很大 他不是做很大 但是他權力很大 因為他就是有辦法 直通市長嘛 直通市長的媽媽嘛 所以岳慧姐 其實不只舒培議員說被偷拍啦 剛才我們新聞裡面也出現 訪問許淑華議員嘛 他說他也確實真的有被偷拍過 那以及呢 許子瑜他最喜歡做的是什麼 今天媒體也寫說 許子瑜就是橘子啦 他很常做的事 就是把偷拍到的照片 上傳到那種磕粉的群組裡面 小草群組裡面 然後再配上什麼的字樣 某某事件 某某議員 某人如何如何 然後讓柯粉群起圍攻 來攻擊這些 對柯文哲不友善的人 像蘇培曹德貝利做這種 對柯文哲不友善的人 大概就是被分為這樣的類型啦 來請教玉慧姐 橘子這種本領 不然柯文哲在教他 其實不是說柯文哲教他 是柯文哲交付給他的任務 是柯文哲把橘子帶在身邊 要培養橘子成為第二個 蔡壁如還記得吧 那蔡壁如在柯文哲的身邊 過去一直有雪堤子之稱 雪堤子嘛 我們可能歷史沒有念好 但我們甄嬛傳 每年可是都會看一次的 雪堤子裡面 其實就是幫帝王去處理掉 他討厭的人 或者是他認為是對他的一個政敵 老闆都不用手手 派他去就好了 對 都不用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是 從這些的證據 因為除了剛才這個 因為身為柯文哲 最討厭的議員之一 簡淑培大概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因為柯文哲每次看到他 就非常的憤怒 非常的生氣 王世堅應該有病例啦 對 然後每次看到 簡淑培要質詢的時候 柯文哲那個臉就漲得通紅 所以他柯黑大概真的是排名 名列前茅 對 降血壓腰 他這是名列前茅 所以他也一定是橘子 在偷拍的時候 這個排行榜最很前面的人 那除了簡淑培以外 還有別人嗎 我相信可能還有別人 他都要出華議員的共 只要在政治上面 這個對於柯文哲市長 有任何的這個漢格的話 或者是柯文哲 讓柯文哲的小心靈裡面 有一點受挫 有一點不開心的話 橘子都會去偷拍 那這是在議員的這部分 那徐青煌呢 他也在他的臉書說 他最近也接到了很多 台北市政府官員的一個爆料 他說跟橘子一起開會的時候 台北市政府的官員 常常閉目養神 然後就被橘子偷拍 然後橘子偷拍完了以後 就拿那個照片 跑去跟柯文哲講 你看看看看看看 那個誰誰誰 局處長開會的時候 都在睡覺 什麼人在嘟咕 趕快報給柯文哲知道 不是嘟咕而已 人家閉目養神 就被講成都在睡覺 完全不關心證物 這個對於柯文哲來講 這個絕對是不好的 到底是真是假不知道 反正有這張照片 就給了柯文哲下手的機會 就可以換掉了這個局處的首長 這是第二層 就是對於官員的部分 只要有不合柯文哲意的 就可以透過橘子的照片 來進行來處理 還有一個是 跟橘子有競爭關係的 就譬如說像是 謝明珠等等的 同樣是在柯文哲的辦公室裡面 橘子想要做的事情 謝明珠恐怕覺得 這怎麼可以這樣處理 謝明珠就是這尾 大家可以看看這張 對 那所以也傳出來說 橘子去偷拍謝明珠 然後橘子也去偷拍謝明珠 所以也就柯團隊內部 玉慧姐 謝明珠那個時候 是市長室的辦公室主任 他也敢偷拍他 所以就三種人嘛 第一個是柯黑 去拍柯黑 他認為說這是要消滅掉我老闆 我去進攻他們 看簡淑培跟誰 誰跟簡淑培有所往來 我要上報 這是橘子心裡面的想法 第二個是柯文哲不喜歡的官員 我管你是打喝歉 還是眼睛眨一下 我就拍那個眼睛眨一下的時候 我就栽贓你在開會的時候睡覺 讓柯文哲有這個機會 對這個局處理所長下手 讓他可以清空 讓他可以放自己喜歡的人 這是橘子的第二層 第三層是我如果不喜歡的話 那我就可以用我自己的特殊技能 但為什麼橘子一個 那個時候他應該 今年37歲 然後柯文哲整個8年 他也應該是20多歲 他大概就是30出頭的一個年輕女孩子 他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我覺得第一個 當然是除了柯文哲民動黨圍繞在柯文哲的身邊 柯文哲長期鼓勵這種互鬥的文化 彼此互相不相信的文化 這跟台灣人的這個彼此我們的文化 是非常非常差別很大的 我們台灣人常在外國人的眼裡 我們叫做台灣最美的風景就是人 可是在民眾黨在柯文哲的身邊 這是完全沒有 他鼓勵你互鬥 他鼓勵你互相的告密 所以橘子在柯文哲的身邊學到這個 那但是我們退一萬步想 今天橘子不管是他膽敢去偷拍議員 偷拍議員的辦公室也好 或者是在會議當中去偷拍官員也好 甚至於是他在民眾黨內 或者是在台北市政府裡面搞內鬥 他總要有權力來源吧 他如果今天只是一個橘子 或者是不要講什麼 如果是我在柯文哲身邊 我就算拍100張照片 我就算拍一部影片 柯文哲大家都不湊轉我 不入他的眼 他怎麼要看呢 他怎麼會理我呢 但是為什麼這個柯文哲會理他 因為橘子拍的東西是柯文哲授權 是柯文哲告訴他 他的權力來源是柯文哲 所以是他背後橘子該被譴責 他這樣的行為 未來是不是有時間能夠去糾正 他自己本身是不是認為 這個行為是錯誤的 那這個當然是橘子自己日後來做處理 但是是誰給他這樣子的一個權利 其實柯文哲該被檢討的該被譴責的 其實是柯文哲沒有任何的一個文官體系 是可以這樣子去做欺凌的 沒有任何的一個議員或者是他的辦公室 是可以這樣去霸凌的 沒有任何你跟你的同事是可以這樣子去羞辱人家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是柯文哲他的行事風格 這些是我們在討論柯文哲的弊案之外 我覺得橘子他反反射出來的 是柯文哲人格當中的那個最最讓人覺得不堪的那一面 嗯是不是反映了那種柯文哲心態的縮影 他沒想要做的就叫橘子去做 叫橘子去做 我剛才聽謝明珠這一段我覺得很不可思議 他不只鬥議員也鬥官員 謝明珠那個時候是當他的市長是辦公室的主任 結果他針對橘子針對謝明珠開啟了所謂的鬥爭模式 暗中都去偷拍謝明珠的行蹤 然後再去向柯文哲打小報告 後來謝明珠真的受不了多次的口頭請辭 那麼後來柯文哲未留他同意說 好啦因為謝明珠可能覺得橘子這樣常偷拍他 真的很不舒服 所以後來柯文哲才同意說 好讓你搬出市長是給你一個自己獨立辦公的空間 聽到這邊先請教佩芬姐 因為很多人都在說過去我們常看公鬥劇 最常看到就是那種後宮干政的戲碼 可是今天大家討論到橘子 這個這個是實習生干政的戲碼 這是我們頭一次聽到請教佩芬姐 其實剛剛玉慧有形容說誰給他那個權利 當然第一個就是柯媽媽 然後你知道以前其實在蔣家時代官場 就有這種流傳言 他說你這個官員主官 你用一個人是你的親戚親信 你就是說有親戚的關係 有各種背景 然後也有一種人是主官非常信任的人 所以他們就笑說像橘子這個case 就是說你知道有人是他們說有人是親而不信 你知道有人是信但是不親沒有關係 對 橘子是又親又信 所以他當然是親密的最核心人權 他兩樣條件都有 你知道又是親密的關係又得到信任 所以他可以在那個市政府恒心霸道 坦白說真的恒心霸道 你知道像那個檢議員其實算那個比較厲害的議員 他也敢去拍他 這就是夠霸道才會這樣 他就沒在怕 對 所以他因為他又親又信 但是回想起來我就講說柯文哲 其實你記不記得他那個時候要競選的時候 他說他以後的官員要海選 然後做任何事情要公開透明 然後一定要這個公諸於世 但是你現在看起來他這個所有的東西 當初他是因為本性當初就是這麼青年 還是後來被官場的文化染壞了 但是你現在看起來他本性如果真的就是這樣的話 那過去講的話都是騙人的 所以有人說他是個騙子 他以前都騙人的 所有做的是跟他講的跟當初公招於世的人 完全不一樣 所以他就是說可能就是你就是個騙子 要不然你就是當初是騙人 但是他當初騙人真的得到好處 你知道嗎 社會大眾真的被他虎得一嫩一嫩的 那時候大家都喜歡他 會讓他做到台北市長 對 然後你看他講什麼事大家都相信 然後在公開媒體上講各種黃笑話 大家很高興 你知道照樣拍 各種幫他喚嚇 對 說他的個性就是這樣很土地的 對 然後就是說有人說口頭上騷擾人家 他那個口頭上根本不責言 侮辱女性的話他照講 可是媒體都容忍他 所以換句話他就是得寸禁止 那種本性就慢慢 也許本性就慢慢露出來 那本性露出來才會有最後就是說 跟這些官員 才剛開始說 你那些官員拿刀叉吃人肉 但是你看他後來是主動跟這些官 有財有勢的人聯繫 所以才會有300 200 500跟在後面 是 所以你說像這種 基隆市候選人 謝國良這種例子 他在基隆顯然是有權有勢的家族 所以他一定主動會聯絡 然後又透過那個邱佩玲 邱佩玲又是有權有勢的人的二代 所以你看他結交的通通都是這一類人 一般的平民百姓不在他眼裡 所以他說公開的海選 都是完全騙人 所以是個十足的騙子 柯文哲到底騙大家多久了 我請教一下傑明哥 因為橘子的故事多到 我們到現在還沒有講完 今天還看到有一位 過去也是民眾黨員的朱哲成 他分享了一段 他說他其實好幾年前 他就想要離開柯文哲 想要離開民眾黨 可是有一位一屆的長輩 當時就勸說柯文哲 把他留在身邊幫忙 柯文哲也同意了 後來柯文哲就要用時間 說你來來來 你來市長室 我們來稍微面談一下 那因為柯文哲 想要許他一個在市長室上班 這樣子的工作 叫他來市長室上班 結果講完沒多久 阿伯就說接下來橘子進來 你麻煩幫他幫朱哲成安排一下報道的事情 結果橘子跟阿伯說 我們沒有缺了 柯文哲傻住 橘子又再說一次 我們沒有缺 那後來柯文哲怎麼做呢 傑民哥橘子也不過是 算是阿伯 算是他的下屬吧 阿伯要許一個人這樣子的工作 橘子說沒有缺阿伯瞧不動嗎 後面怎麼樣發展呢 那就是你簡單說一句話 到底柯文哲喜不喜歡這位朱明哲呢 朱哲成 朱哲成 對不起 會不會他真的喜歡朱哲成嗎 搞不好他柯文哲本身也不喜歡他喔 蛤你意思說阿伯跟橘子在唱雙簧嗎 因為這裡 因為這邊動用到一些所謂的 我們說的高層人士 就是有這一屆的這些人士 那當然柯文哲要尊重這些一屆人士 賣個面子 對 那賣個面子 但是問題來了 因為我們這樣講 橘子之所以能夠拿到柯文哲的心 肯定他很瞭解柯文哲在想什麼 所以也就是說呢 在這個情況之下 柯文哲接受了所謂一屆大佬的建議 但他能回縮基大佬 對不起我對這個人沒有興趣嗎 不行啊 那畢竟還是 人家是一屆大佬 還是要仰望人家靠人家 因為之前他也去趁度聰明嘛 說拿到度聰明的這個獎學金之類的 所以也就是說 真正的狀況我可以這麼解讀 柯文哲根本就不喜歡 這位前任的民眾黨議員 他只是要橘子 他只玩個遊戲 然後橘子就說 沒有這個缺了 然後一般來說 如果你今天是市長 你真的要 或者是民眾黨裡面有這麼多位子 你這要做一件事 橘子不行 我就是要用這個人 你給我想辦法 對啊不然你自己換 對一定的嘛 因為你這時候老闆的態度 一定要做出來啊 你被一個人這樣嗆說 對不起沒位子 他竟然默默就收了 他就接受了 所以說柯文哲在這邊扮演的是柯文哲的暗黑板 其實蔡壁如以前做這件事情嘛 蔡壁如而且非常手臉做這件事情嘛 當時柯文哲對 包括我們非常熟悉的以前民進黨的一些 就是議員他去擔任他的這個官員 那也是啊 他基本上柯文哲已經講對他不滿了 那但是沒辦法去逗他嘛 就找蔡壁如沒事幹找人家麻煩 橘子就扮演這個角色啊 所以我們這麼說 你還記得柯文哲講過一句話 誰家的狗誰帶回去 所以對柯文哲而言 每個人手邊都有一隻狗 那橘子呢就是他一隻高貴的狗 所以他習慣性就是認為我既然養了一隻狗 以前是不好意思這樣講蔡壁如 有點尷尬 因為蔡壁如也扮演某種這個角度 那柯壁竟然這樣跟他們形容啦 讓我們不要把他們悶得那麼難聽 但是話說回來 其實他的心目中 沒有他的心目中認為 你這個人旁邊就一定有養一個人 黃珊珊旁邊一定有什麼人 這個當然黃國昌旁邊沒有人 因為黃國昌就獨行一下嘛 他每個民進黨 每個民眾黨裡面旁邊都有人 這些人在他心目中認為就是狗 所以他才會冒出一句話 誰家狗誰帶回去 超級不尊重人家 這就是柯文哲個性 所以我們這麼說 我們剛剛延續 剛才那個首長跟橘子之間鬥爭 後來這首長看樣子 還是柯文哲要的人 並不是柯文哲還沒討厭 所以這個首長呢 就直接問柯文哲說 那現在是什麼狀況 而且這已經吵到了 又來了 又有所謂的市府的顧問 那你知道當時柯文哲找些市府顧問 確實是一些德高望重的人 那這事情竟然鬧到市府顧問 那市府顧問就直接問柯文哲 那你要選擇這個橘子 還是要選擇首長 我要選變戰了 我問一件事情 你怎麼 我們這樣講 為什麼橘子這麼重要 坦白講啊 就這四個字 市長隨行 剛才蘇培那個事件嘛 是不是已經鬧到秘書室嘛 那秘書室就過來幫忙 因為這邊有助衛警嘛 然後秘書室就問了一句話說 就問這個人 因為當時大家都不知道局勢是誰嘛 就問說這個人是誰 那這秘書室就說 拜託啦 這個事情可以放過 不要找警察 不要拜託 然後就被逼了 就說出這四個字 市長隨行 哇 亮書市長這一張牌啦 在這個 尤其是柯文哲 都強調他是皇帝個性 市長隨行 聽了不要說別人 我只光我這把年紀 聽到市長隨行 我汗都流出來了 那當然不用說了 旁邊警衛一聽到市長隨行 本來是要把他帶走了 哇這個你知道 柱文哲 警衛怎麼敢啦 怕的戲啊 市長隨行 這簡單一句話 這個人就是柯文哲 吃喝拉扎睡 去哪個地方都有他 所以我們講這句話 柯文哲把這個橘子 把他養成這樣子 變成他鬥爭的工具 那因為謝明珠 其實他在這個日本 這方面他是具有一定的地位 你知道柯文哲 對謝明珠的態度是 我既需要你 又怕你做大 他其實他的個性是這樣子 他要掌握一個人 他最希望 你看我舉個經驗 他要黃國昌 但要黃國昌簽一條 不能參與黨務 是不是 對 所以他需要一個人 他也不希望太大 這叫做平衡 所以他需要這個謝明珠 但是不希望謝明珠 又怕他做大 所以呢 就叫橘子來鬥爭 理論上如果你這麼尊重 謝明珠 橘子跟我講什麼 你說這個事情不要談 他還把橘子講的話 跑去問謝明珠 那這百零件事情啊 就是我要你 但是我不要你做大 好 其實我真的覺得這張圖 真的真的 我每次看這張圖 我就覺得太了不起了 這張圖已經被討論三天了 我今天再拿出來 當然先說明珠這件事情 到底怎麼被偷拍 這是一個謎題 到底是柯文哲要偷拍 還是真的金鐘要偷拍 我覺得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看這個畫面 柯文哲去密會某人的閨蜜 這個閨蜜那個人是 就是張靜媛她是有太太的 所以這個A女是張靜媛的 這邊寫的是 我就跳度 他們的感情也很複雜 我們沒辦法理解 但是我要說一件事情是 在這環境裡面 柯文哲去 竟然在選舉前去見張靜媛 而且見張靜媛的閨蜜 你覺得這個事情 是不是一個很複雜問題 你要選舉總統的人 一般來說 知道有緋聞 請問一下你會去嗎 還去緋聞人家的家裡面 好這我覺得 這是柯文哲的個性 我就 就他的暗黑面 柯文哲有一個陽光面 那一定是以前好到一個天堂 才有辦法這樣 在這個情況下 這裡討論的事情 絕對不是總統大選 因為他所面對那個人 跟總統家裡無關 他是資金調度 那資金調度表示說 為什麼許子瑜會出現在這個場面當中 你可以想像許子瑜跟柯文哲的關係 那種密切的程度 絕對已經到了 就是柯文哲動個眼睛 橘子都知道幹嘛 而這裡面也代表是許子瑜 因為我最後一個結論就是 他一定許子瑜非常清楚 柯文哲所有的秘葬 因為張靜媛一定是跟海外資產有關係的 那你把許子瑜帶去 而且不為大家的眼光 其實背後原因是 許子瑜已經被信任到 所有的秘葬可能都交給他處理 所以許子瑜才會做到這麼的囂張 好那我做一個結論 今天其實很關鍵的事情是 今天談到這個事情 其實也就代表著柯文哲就是一個上梁不振 下梁當然歪到不得了 柯文哲的部分 他的行程 橘子不只是去見張靜媛的時候 他也對 人家連去投主演員去唱歌的時候 聽他說橘子也有去 他是這樣子這樣的貼身 這樣的隨行秘書 甚至朱哲成 這個剛才聽傑明哥這樣分析 有可能阿伯真是很不敢於他 所以是不是先給他頭髒髒的 然後再叫橘子進來說 抱歉喔我們這裡沒過 所以後來就不了了之了 所以市長決定的是橘子可以一秒推翻 其實原來有可能朱哲成不知道的事 是阿伯原本可能就沒想要自己用 原本就不想用他 那另外他還爆了一個料喔 他說他之前呢 曾經選舉期間幫了一個政界前輩 跟柯文哲牽線 要讓他們兩個約記面 那他也直接跟柯文哲 就是通上了訊息嘛 柯文哲也跟他說好 不然我們就約在某一個禮拜六的下午 結果沒想到約好時間之後 那要跟隨行秘書來聯繫嘛 但朱哲成怎麼樣就是找不到橘子 一直到當天的禮拜六早上 橘子才跟他說 抱歉 市長會補補贏啊 怎麼又是這樣子 大家都把他做空的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我們繼續來討論